当家中出现这三种现象时 暗示着八方聚财 家人财大气粗 首先我们说一下家中养的盆栽开花结果 每个人家里都会或多或少养过一些盆栽植物 那么当你家中的植物开始开枝散叶 开得生机勃勃 这就是起运的先兆 你家里的好事起运才刚刚开始 期待更大的惊喜降临家门 其次我们说一下喜鹊和狗来到家门 从古至今 喜鹊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喜庆动物 喜鹊一来就知道要有喜事到来 非常吉祥的象征 所谓喜鹊来报喜 万事皆如意 家中大幸 狗自古以来就有狗来财的意思 当狗来到你的家门 这是富裕的前兆 财富即将上门 最后一种 我们说一下家人和 万事总是离不开一句 家和万事心 从古至今 这个道理可谓是贯穿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家不和 何以富家 何以荣家 何以昌盛 只有家人非常的融洽 和和睦睦 快快乐乐 生活才会那么的美好 运气 福气